盖世英雄 在电视上看到李耀翔踩狗过了 这次他将会出现在大马电影荧幕上 李耀翔接拍马来西亚本土电影盖世英雄 和大马艺人龚柯云新加坡演员辉哥一起斗演技 当然了第一次来大马拍戏 其实我是非常兴奋和很期待 因为近年大马的电影都很受关注 还有很多很好的出品 再加上今次可以跟大马的演员 新加坡演员辉哥一起合作 我觉得这个组合其实是可以有一个很大的生意 和一个很大的惊喜去给到观众 师弟李耀翔在香港的电视剧一步接一步 除了近来要和陈豪拍摄新剧 还要续拍《经国枭雄3》 只是这一次的对手戏不再是邓翠文 而是胡逊娥 李耀翔又要拍电视剧又要来马拍电影 不知他又是否能兼顾得到呢 其实是很忙的 因为TVB的工作都很多 但是我常常都觉得 很希望用自己有限的能力去做多些 因为我想演员其实是都有一个使命 还有一个目标 我相信只要有观众喜欢看我 有人喜欢跟我去合作 我都会尽我自己的能力去做好我演员的工作 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给观众一个很开心的观景的一个经验